各位好 现在为各位介绍的是伺服器建置与管理里面的资料备份 好那我们知道伺服器在运行的过程之中呢 这个资料的备份十分的重要 那万一呢这个 电脑或者伺服器呢 他有一些故障的话 那你才有资料可以还原 所以我们在 管理伺服器的时候 必须要把一些资料备份起来 所以备份呢是当系统坏掉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会造成系统 毁损的几个 这个因素呢有可能是硬体的问题比如说 有坏轨 那再来就是有可能是RAID1、RAID5 磁碟阵列里面出了一点问题 那再来就是你必须要 做这个额外备份 让这个呢 硬体坏掉不至于影响到整个系统的这个运行 软体的问题呢有可能是使用者操作不当 比如说RM 然后-RF 血线Home 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个 这个操作 因为RM呢是代表删除 RF呢是代表Recursive 所以他会对目录进行删除 F呢是代表强制 所以他也不会回应 他就直接杀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操作 而且更严重的是他是针对Home整个 以下所有的目录全山 这是很要命的 再来就是有可能遭受到资讯安全的一些攻击 比如说骇客透过一些Home程式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 入行到系统 进行损坏 所以在这边呢 把资料做备份 这是安全回复的一个基本要求 那不同的主机 你要备份的内容也不太一样 比如说个人电脑的话 你的重点呢 应该是在个人的资料上面 那 比如说 个人桌上型电脑 你可以用这个像Note 里面有一套软体叫Ghost 他可以把 你当下 硬碟上所有的东西 把它备份起来 变成一个光碟 所以 一旦你的系统 毁损比如说中毒或是其他缘故 系统损坏 你只要把那个光碟拿来 去把资料倒回到硬碟上 就可以回复到某一个 这个时间点的一个 状况 那 也可以透过这个Internet 网继网路的方式呢 来做这个 服务主机的备份 那备份的策略呢 应该要考量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 你要 备份的频率要多高 再来就是你要备份所 放这些备份品的这个 媒体是什么 比如说是光碟 DVD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媒体来 储存 那你要用什么方式来 备份他 这是 必须要考量的 好那在备份的时候要考量的因素有哪一些呢 包含这个哪些档案要备份 那 那 当然你要备份的 的资料呢 是对于系统 还有使用者的资料 来讲 是重要的 那把这些部分呢 备份起来 那再来就是 选择 什么样的备份媒体 你是要用 同一颗硬碟 切不同的partition 来储存 或者是 放在不同的目录 那这个呢 没办法处理 这个硬碟 损坏的一个状况 那或者是呢 你要透过网络来备份 把资料备份到别的 机器上去 好 再来你就是要去考量你要备份的方式是什么 是完整备份呢 还是差异备份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备份的频率 你要 每天备份 还是每周备份 或者是每个月备份 好每天备份就是 你到晚上的时候呢 主机就开始备份 那 每周的话就是 每个礼拜挑一天 他把 系统里面你所划定要备份的部分的进行备份 或者是 每一个月 那各位可以去思考 如果是证券交易所 他可能 就不是每天的 他可能 每个小时 或者是 每半天他就要备份一次 因为 交易资料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是如果是一个个人网页 一个静态网页 那你 更动的 频率 网页的修改内容呢 其实 不会很频繁 那你这可能两三个月备份一次就好了 所以这个 备份的频率其实要看你的站台 以及你所要 储存的资料的一个更新频率来做对应的选择 那你要用什么工具来进行 这个备份呢 那 后面我们会讲到 TA 他是把它打包并且 压缩备份起来 那还有 或者是你要用CPIO 整颗硬碟备份的 这个做法 好所以在Linux里面 你要把资料备份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个是系统基本资讯 同学在 建置这个伺服器的时候 有设定过很多设定档 那这个过程呢 其实是很繁琐的 所以 如果说你的 你的硬体都没有改变 使用的软体版本也没有改变 那你希望在最短的时间 把系统恢复回来 那当然你就要把这些设定档也备份起来 类似这个网络服务的 资料内容呢也是要备份 好那再来就是作业系统本身的备份 要备份的档案有哪一些 包含这个帐号还有系统设定档这些 所以各位必须要把ETC底下Password Shadow 还有ETC底下的group 还有group的Shadow 这些呢都要备份起来 除此之外 针对每一个使用者他所 管辖的这个资料呢也是很重要 所以Home底下 所有的档案跟目录呢都要备份 好那再来就是要看你的 机器 有没有mail server 有没有 MySQL 有没有资料库 如果有的话这个呢也都是在 必定要备份的一个范围内 好所以这边整理一下 在网络服务上面我们要备份的资料有哪一些 包含这个资料库 然后呢还有设定档 那软体 我们MySQL的设定档会在ETC底下 那 HTTPD 的服务呢也是在ETC底下 所以呢 干脆你ETC底下所有都把它备份起来 这样比较保险 好那还有就是 USR Local 这里面的目录呢也是全部都把它备份起来 好那 软体服务的提供的这个资料呢 TripleW跟MySQL 那TripleW就是你写网页的地方 那网页呢 这些网页的内容 程式码在哪里呢 在VAR底下的TripleW 所以呢这整个目录也是要备份 那除此之外呢 SRV 有的系统呢是放在SRV底下 那就看你 所装的这个作业系统的版本 去找到对应 存放网页的地方 好那MySQL的话在VAR底下的LIV 那里面底下有一个MySQL的目录整个 把它备份起来 好那其他呢还有就是看你 有装了什么样其他的服务 那你要去把这些 相关的资料跟服务档案呢 把它备份起来 所以这就是要 额外自己去定义 好那除此之外呢 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还看一下 boot 要备份 ETC当然我们刚刚提过 home也提过 root呢 也是一样 好 那 USR底下的Local 或者是有的作业系统是OPT 或SRV 等等 这是要备份的 那VAR底下呢有很多是暂存档 那有的是呢这个 这个 暂存目录 那你就可以 把这些暂存目录略过 然后呢把其他 像Log档啊或者是这个 网页档啊这些呢把它备份起来 那如果你有装Mail server 在VAR底下有个mail 那这里面呢有 所有使用者 的email 所以这个呢也是要备份 那有哪一些呢是不需要备份 第一个是DEV Device这个部分呢其实可以不用备份 再来 PROC是process的意思 那这 里面呢其实就是 作业系统他去读了 这一些 作业系统所用到的程式呢开起来在那边 所以他其实并不是 档案 他就是一些process 在那里 所以这个呢是不需要备份 然后 MNT呢 Media 这其实都是属于什么 你可以卸载的 你可以拔除的 像Media就是放 USB的 连接挂载 所以你把USB 卸载之后 其实Media里面就没有东西了 那Mont呢 很多时候就是 是远端的 这个磁碟呢你把他挂载进来 或者是Samba你把他挂载进来 所以这些呢其实是可以不需要 因为 你把他卸载之后 在你本地端其实 并没有储存 什么东西 那TMP呢一般都是 这个暂存档 可有可无 那做完 其实资料就不 不需要了 所以他就可以把他删掉 所以他其实是不需要备份 好 再来我们就要去讨论一件事情 我要开始备份了 那资料要放哪里 那放哪里呢 第一个就是异地备源 这个概念很重要 那异地备源呢 是把资料呢 备份到其他地方去 那 其实 这边的叙述比较像异地备份 那异地备源的概念就是 两套系统 在不同的地方运行 那资料内容是一模一样 这才叫备源 那在这边呢是属于 异地备份的部分 好那这样的好处是说 当你的机器损坏或者是被偷窃的时候 你才有另外一份呢可以去 把它 复原回来 那缺点的话就是因为 你要做到异地备份 所以呢你的资料要大量的传输 所以你的频框够不够 这是一个必须要去考量的 那再来就是 储存媒体的考量 那你要使用的是近端的 备份装置 那各位可以想象 这样储存速度当然是最快的 那或者是使用什么 这个 CD或者DVD的方式呢 来做备份 那他通常呢 就是可以保存大概 6-7年看你 保存的方式 甚至可以到10年以上 或者是你用抽取式硬碟 或者 或者是使用这个 攜帶式硬碟的方式进行备份 所以呢 在使用的媒体上面 你也要去思考一下 因为如果是硬碟 如果是传统的 HDD的话 他很怕震动 那震动到之后会伤到 这个 磁碟上的磁轨 那磁轨破坏的话 资料也会不见 所以这个是要审慎考虑 哪一种形式呢 是比较好的 再来就是备份的速度 如果资料 很大的话 那你用CD 或DVD来备份呢 其实都是不太方便的 因为DVD最多就4.7G 资料量太大的时候 在备份上其实是 容量不够 再来就是 你透过烧录机在烧录的时候 他速度是很慢的 好那储存容量的部分呢 有一种呢 备份装置呢 是用磁带 磁带 好那磁带部分呢 因为现在 使用的也比较少 所以他的容量呢 不像这个DVD 这种呢 容量这么大 以现阶段来讲 目前比较好的 备份方式 用DVD 然后他可以保存 10年左右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各种装置的代号 比如说光碟机的话 他的这个 编号呢 是 Device里面的CD-ROM CD-ROM 那如果是磁带机的话 他是ST 他是SKASI界面 那如果说这个比较早期的 电脑呢 他的 界面是有SKASI 或者是IDE 的话 才会出现这个 那软碟机的话是FLOP FLOPY DISC 就是软碟机 那FD 那现在应该很少见了 再来比较常见的大概就是这个HD HARD DISC 那他有A到D 1到63 所以他的这个 项目很多 就看你装好之后 系统开起来之后 他侦测到的硬碟 他编号是多少 可以看得出来 那外接是硬碟的话 他会在device里面的SD SD的编号 后面接这个参数 如果是在DEV底下有出现LP 这不是大写I 这是L LP的话 代表他是什么 印表基因 好那接下来就是你要备份的时候到底是要备份哪一个部分 是全部呢还是做差异备份 那我们这边来先讲一下 完整备份里面的累积 备份 累积备份 那你要去考量到还原 的时候呢 整个 这个资料呢做完整备份是最有效率的 因为他可以把它完整的恢复回来 不过他的缺点就是每次备份的时候就会花很久的时间 所以完整备份的是从根目录开始一下把整个 整个电脑里面的资料呢都备份起来 那累积备份的部分呢 就是 因为 完整备份呢要花很多时间 而且你的储存媒体要花很多 资源在上面所以呢比较麻烦 那累积 备份的部分呢就是 第一次呢 是要做完整备份 如果你没有做完整备份就没办法做累积备份 好所以当你做完 这个完整备份之后呢 经过一段时间 你可能新增的档案修改的档案 删除了一些档案 好那总之档案呢有一些异动之后呢 你的累积 备份呢会去比较 系统里面的备份档 之间的差异 然后透过比较这个差异呢 来决定 这个要备份的资料是什么 所以从这边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第1次呢做完整备份 然后呢第我要做 累积备份的时候他是把系统里面的资料 日期来跟什么完整备份呢做什么 比对 好如果说有比 完整备份里面的还要新的他就把它备份出来 那第2次备份呢 他已经不再是跟完整备份比 他是直接来跟第1次累积的里面 看看这里面有哪一些 跟现在比较起来是比较新的 就在备份出来 所以他是 每次备份的量呢可能 有可能会越来越少 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跟完整备份做比较 好那这样的好处当然是备份的速度比较快 那你在使用这一类完整备份的软体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滴滴 CPIO Dump Restore 那Dump跟Restore他是一组的 一个是把他这个 清到备份下来 那另外一个是把他还原回去 好那滴滴这个指令呢是 各位可以看一下他的操作是这样子 他可以去读取整个磁区 那 磁碟上面各位可以去网络 搜寻一下磁碟的构造 你就会知道 他里面是分很多磁区的 好那他不管作为系统里面 的档案系统在怎么设计 他是完整的去备份下来 所以从这边各位可以知道 你要做滴滴备份的时候你要有两颗 硬碟 然后这两颗硬碟呢要差不多 容量差不多 所以你要把他挂载到 系统里面 然后再下滴滴这个指令他就可以把 两颗硬碟呢 做这个 备份出去 那CPIO的部分呢也是一样 他必须要透过Find 去一层一层往下去找 把这些档名找出来之后 他才有办法去 建立 那你要进行这个 累积备份的部分呢 你可以用Dump 我刚刚讲DD那是做完整备份 所以你这个完整备份完之后呢 你可以用Dump的方式来做累积备份 好所以从 投影片上各位可以看出来 DD 然后呢 IF 这是input的file input 所以前面这个呢是从哪里读进来 那 OF呢代表输出 输出output file 所以呢他就是从这边 SDA SD我们刚刚有讲过他是这个 硬碟 好从这个 硬碟这边呢读进来之后 然后呢写到另外一颗硬碟上去 去做这个 DD的这个备份 好那再来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你如果用CPIO的话要搭配Find 所以你要用Find先去找 跟目录以下 然后把print出来 剪print他就会把印出来 然后在做print的同时呢 他会透过CPIO 然后呢做 这个备份 然后呢把他备份到某一个磁碟机上去 那在这边呢 ST0是指 磁带机 把他备份过去 好那你在还原的时候呢 你就直接下CPIO 然后 然后-i DUV 然后呢后面这个设备 箭头小于就是后面的东西往前丢 好那他就可以透过这样的形式呢去还原 这就是用CPIO的时候 怎么样去做到备份跟还原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呢是针对 这个home底下 他假设是一个独立的档案系统 那有的这个伺服器呢因为他 为了安全起见他怕 系统坏掉 然后呢 接连着 因为在同一颗硬碟就怕 影响到这个 使用者的资讯 那各位现在可能比较难想象 在早期呢 伺服器系统是可以花钱去买 这个执行的优先权跟这个容量的大小 所以假设你这是有对外营业的 那这个就会变成是 客户的资料是最重要的 所以有的 伺服器管理员呢他会把 home这个目录用另外一颗硬碟呢把它挂载进去 所以呢这些使用者的资料其实是储存在另外一颗硬碟上 那系统碟呢万一坏掉呢也不是不至于 影响到这个使用者账户的这个 资料 所以只要系统还原之后 恢复了 然后呢只要把这一颗 home的这颗硬碟呢再挂载回去 其实就恢复 原始的这个系统的模样 好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可以用dump 然后呢你把它dump到另外一颗硬碟 那这个dump呢这个是-0 数字0 f 然后呢这是 你要dump到哪一颗硬碟上面的哪一个地方 假设你要把它备份到backup 底下的home.dump 那你就是 要拿来备份的这个对象 然后这是 dump完的这个档案 好那再来就是 做第一次 累积备份的部分 好累积备份呢就是用 这是数字1 然后这是u 然后-f 然后呢一样的它是从这个什么 home 这个对象 然后来做比较之后呢把它 储存成什么 备份成这个dump.1 我用 这个延伸的档名来做 就把它备份出来 这样子 好所以这个呢是用dump做备份 那另外呢你也可以用ta 我要备份的对象是根目录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边最后面这个根目录这是我要备份的对象 但是从根目录以下有一些我们刚刚已经有提过他其实是没有必要备份的 那我要排除 我要排除就是 screwed -screwed PROC就是要排除我不备份 然后MNT也不要备份 TMP也不要以此类推 backup data这边 backup data 是代表什么要存到这边来 然后呢我用压缩的方式-jcvp c是compress压缩的意思 好那进行压缩之后呢 我把它储存到这个地方去 然后呢档名是这个 好那再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差异备份 差异备份的部分就是第1次呢是做系统的完整备份下来 每一次的这个差异备份就是我以 我以当下的这个 系统资讯 来跟完整备份之间去比较 好那有比较新的我就把它备份出来就变成是第1次的备份 好第1次的备份 那第2次的备份呢他并不是跟第1次比他是跟 完整备份比 好那各位可以想象第2次 备份的时候时间应该是比较久所以在系统里面 有被更动到的档案一定会比第1次 差异备份的时候还要多 所以他就会 经过比较之后把东西备份出来 好那各位可以想象 越多次他要备份的东西就会比 前面几次的 要多很多 好因为你随着时间的眼镜那你 增加的档案你修改的档案你删除的档案 有经过变动的呢就会越来越多所以 需要备份的就会越来越大 这就是越往后面呢要备份的 资料量呢好就会越多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做差异备份的工具 跟 这个累积 备份呢差不多 好那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个TA -N 然后这个是跟哪一个日期比 比这个日期新的呢我就做什么 差异备份 就- PCV -F 然后呢 这边 他的档 档名 然后呢这是针对谁去做备份 OK 好那我们来 试一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呢我现在要把资料 斜线 TMP底下 好那这是安装过程 所 放的这个暂存档 这些都是可以删掉的 好那刚刚介绍的这个呢 就是 我们要针对 资料呢做差异备份把谁 把Home 然后呢做什么 压缩 打包 放进来 那日期是这个 好那我们来练习一下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在 加目录底下我有哪些东西要备份 那为了让资料呢 能够精简 呈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他里面有哪一些东西 我们打Tree 然后呢 -L L是level 我要看几层 我只要看三层 然后呢针对Home底下 Enter 好那从这边呢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 为什么会error open 因为 权限 权限的关系所以我看不到他们 然后呢这是我们自己的 那就是列出 这是第1层 Home是第1层第2层第3层就到这里 就这样子 好所以DokuWiki这些呢是我要备份的 那如果说 你想要看 其他使用者的除非你有超级使用者的权限 然后 SUDO Tree 然后- 大写L 然后3 Home 好那因为 这几个账号呢都只是测试用 所以他们底下都是空的没有东西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 知道我有哪些东西要备份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练习备份一下 好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在这边SUDO 因为我们要把它放到 TEMP底下去 那我们用SUDO TAR 开始做这个 打包 然后呢减N 日期 比什么时候新的 那我们写说2020 然后呢 09 01 9月1号之前的 之后的 之后讲错 之后 然后我要开始做 打包压缩 所以减 JPCV 做 打包 跟压缩 C是Compress 然后呢减 输出变成 档案 减F 那要存在哪里呢 写线 TMP底下 那我给他一个名字 叫做 Home 点 TAR 点 BZ TOO 代表他是有压 压缩过的 然后 被打包的对象是谁 就是Home 全部 那我就这样 Enter 那他就开始打包 而且呢 就会把 做完的 档案 我们看一下 TMP这边有没有 出现这个档 各位可以看出来他就是 出现了这个档 有没有 这就是我们刚刚 做压缩的时候 然后他就会把他存在这边 这样就完成了 好那再来呢 我们看一下 除了你用TAR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做法 就是RemoteSync R是代表Remote Sync呢是同步 那你可以用这个指令 RemoteSync -AV 来进行这个压缩 你可以用这个 RSync RemoteSync Sync是同步 R是Remote 然后呢来做这个备份 那 后面的参数 -AV呢是去做这个镜像 好然后带这个 参数是-AV 然后第1个呢是来源目录 然后这是目标目录 底下这个范例 你要把Home底下所有的东西呢 镜像到 某个地方去 所以RemoteSync -AV Home 把Home 被分到backup data里面去 好那我们来操作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 动作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斜线TEMP底下是只有一个 Home 点TAR 点BZ2的一个 压缩档 那 这个其他呢都是之前安装软体的所有所留下来的 好那我现在呢 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RemoteSync 好那我们刚刚讲说他是可以把档案 复制过去 备份过去 在这个部分呢他并没有压缩 各位要知道 TAR才有压缩 而且打包 但是呢在RemoteSync他没有 他就只是把档案 复制过去 好所以RemoteSync -AV 谁要被 打包 谁要被备份起来 谁需要备份就是斜线Home 要备份到哪里去 到TEMP底下去 就这样子 所以 Home呢是来源 TEMP呢是 目的地 好那我就开始按Enter 好所以TAR的部分呢是把资料呢 压缩起来打包起来之后 一次传一个档过去 那这个呢是 一个档就复制一次 一个档就复制一次所以速度 我会比这个 TAR的方式要来的慢一些 好那已经复制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TEMP底下 有什么东西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 是压缩档 这个呢是 被复制过来的目录 所以呢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SUDO 然后呢TRI 然后接 接下来-L3 对不对 針对 斜线 TEMP 底下的Home 他到底 放了哪一些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出来 在TEMP的Home底下 出现的 这些 目录呢 跟这个 我们自己Home底下的是一模一样的 包含DokuWiki 这个目录也是一样 这样子 好所以RemoteSync就是直接把 这些档案一一的 复制过去 然后存放在你 你要的这个 备份的目的地那边 好所以这个是RemoteSync的部分 所以他可以做到什么Miro 镜像 的这个动作 所以他 可以把 资料呢完整的 复制过去 好那再来呢 我们看一下RemoteSync 他这个动作呢 是 不是在同一台机器上做 这个范例 它是把 资料 备份到 别台机器上去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有一些 MiroSight 就是 镜像站 就是利用类似的 技术的去做到 当我资料有更新的时候他就 触发 所谓的 Miro 那一样他就用RemoteSync的方式把 资料呢从 A机器呢 复制到 B机器上去 就把它弄过去 好所以现在是要跨机器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跨机器的去 操作 好那我们现在要跨机器的来 做资料的备份 我们看一下 上面这台是 192.168.1.107 那另外一台呢是192.168.1.108 OK 所以要把这上面的资料备份到这一台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这两台 我现在是在 Home底下的永证 那里面呢 目前是空空的没有东西 好那在107这一台里面 我现在一样在Home底下的永证 然后呢我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 它有两个目录 那这两个目录里面呢 就是有一些 这个DokuWiki的资料 好 那接下来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要跨机器 我要从这一台把它镜向到 下面这一台 108 那我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是用 RemoteSync Sync Nc 然后呢 减 Av 好了减Av之后再减1 吼 然后呢 Ssh Home底下的 我的目录 我把这整个目录呢 吼 RemoteSync到 哪里 Yung Chen 这个账号在 192.168.1.108这一台 主机上 哪个目录呢 Home 底下的 这样子 那我要从 现行 现行现在 所在的机器是107 把它弄到 永正在108这台机器上的这个目录底下 好那我就按Enter 那他就开始做这个资料传送 但是呢他会先问 因为你是要去连108 那108就问你说那你的账号密码是多少 所以就要把密码告诉他 如果密码key完正确之后他就开始做什么 备份了 他就开始做 RemoteSync把 档案呢 复制到 108这一台上面去 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假设你把它写成是一个 SH档 那他就可以自动执行 把一些相关的操作都设定好 那 再来就是你可以 把它注册到系统的这个事件里面去 然后让他去计算时间 时间一到呢他就会触发SSH档 那他就可以帮你做备份 好那已经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108这里面有没有东西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边 DokuWiki这些呢已经跟 在 107这台 好 一模一样的他就可以把它复制过来 这样子 好这是RemoteSync的一个 作用 好那第2个范例呢 第2个范例其实跟第1个差不多只是说 第1个范例他走的是 预设的POR 22号POR 因为SSH的POR是22 可是呢如果说 你是要 跨机器 跨机器然后呢他的POR又不是22号POR 像我们在用虚拟机的时候有转POR的动作对不对 好那你要透过转POR的方式去把它 把它RemoteSync到 这个你的机器上的时候 这时候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 RemoteSync-AV 再来这就不是-1了 这是- 两个- -RSH 然后等于单领号 SSH-P代表POR号是多少 你的目的地的POR号是多少 然后呢 斜线Home就是我现在的 来源 我要把哪里的 我本机 本机的目录 路径 然后到远地端 某个帐号在哪一台机器上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打的是实体IP 然后他的POR在这边减P 在前面设定 然后 目的地的 虚拟机 目的地的机器 他的POR呢是 30022 然后呢他的Home底下的Jack底下的Backup 好那他就开始什么做传送这样子 RemoteSync就开始传 所以如果你不是正规的POR 而且你又要RemoteSync去把资料 备份到另外一台去的时候 记得前面要加减P 而且要用单领号把它 框起来 这样子 好再来我们 讨论的是这个关键资料的备份 那假设你的服务呢 其实是 有在服务但是不是20小时随时提供服务的情况底下 那你可以利用空档的时间呢 只备份这个关键的资料就可以了 所以这些关键资料呢可以用TAR的方式呢把它打包之后备份起来 那其中最 重要的呢就是资料库的备份 好那资料库的备份呢 我们可以用TAR 然后用-JP CVF MySQL的资料呢是放在这边 VR底下的LIV的MySQL 好那我要把它 做这个压缩 好所以这是 JP CVF 做压缩的动作 打包跟压缩 然后呢 Backup 我要放到哪里去 那因为呢每个时间点他的 他的这个差异 如果说我要 让这个档名呢有一些 这个历史轨迹可以追寻的话 那我可以 做这样的动作把日期加上去 所以呢我就前字号 括号 DATE 然后空一格加上什么串接 百分比大写Y这是西元年的意思 然后呢DASH 百分比M 他就会是月份 再来这是日期 然后 这个变成一个日期在中间之后 后面点TAR点GZ 那他每一次做备份的时候就去抓系统当下的年月日 来做什么 打包的动作 好那我们来演练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 CD 然后呢到VAR底下 LIB MySQL 这里面就是所有要备份的东西 所以我们备份的 打包的是在上一层 针对MySQL这个 这个目录呢把它打包 打包起来 好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而且要加上日期 所以我们就 TAR 然后呢 -jpcvf 然后呢 我要把它 压缩档 这个备份档呢要放在TEMP底下 假设有个MySQL 这是他档名 点什么我要加上日期 所以前字号 然后括号DATE 这边呢 经常有同学会打错 DATE跟DATA不一样 DATA是代表资料 DATE那是代表日期 所以应该是要打日期 然后再去加 加百分比大写Y呢是七月年 加百分比 不是加哦 减号 DASH 百分比 MOMS 对 再减号 百分比什么 DATE 好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再点什么TAR 点GZ 然后呢 是针对谁 被针对的要写在这里 MySQL 好那按Enter之后呢 因为我用到SUD哦所以他会问我密码 好那他就开始做什么 压缩打包 然后呢把它放到TEMP底下 GENET GENET TEMP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好这个就是 刚刚 我们加了日期之后 然后打包压缩的档案放在这里 这样可以吗好这就是把MySQL的资料库呢备份出来 以防哪一天呢你的资料库 不管是被入侵被 杀掉或其他原因你要回复的时候你才知道哪一份 档案的是最新的 OK 好所以这个呢就是 针对这个 关键资料的部分 我们以这个MySQL为例来做这个压缩 好那 备份策略的参考这个部分呢 在主机的硬体上面 我们使用单一 独立的这个资料呢 那你可以挂载一个硬碟上来 那你把 把它设定一个挂载点叫backup 然后把它挂载上来之后呢 资料就把它备份过去 那就 不同的硬碟 然后呢但是在同一个系统上 的这个档案格式上面它是可以把资料呢备份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你原本的硬碟假设有坏轨其他的问题呢你从backup的这一颗 硬碟上面呢就可以把它还原回来 然后呢每日的 要进行的部分呢就是针对资料库的部分 做备份 打包跟备份所以你就可以按照日期去分辨 从什么时间点开始他的资料呢 是你想要去还原的对象 那每一周要做的事情呢是针对home 还有VAR ETC底下这些呢 目录还有一些特殊服务的目录呢做什么 备份 所以从主机的硬体开始你要准备的东西以及每天要备份 每周要备份 或者是 自动处理的部分 那你可以把它设定成这个 ETC底下一个 CRONTAB的这个档案呢你可以 做一个注册 那注册好之后呢他就会去驱动 你写的这个 Script档 然后呢他就开始做 你所要做的备份所以你刚刚讲的 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个每日啊每周要做的事情其实都可以把它 定义到 ETC底下的CRONTAB这个档案里面去 那他就会自动去触发他 好那再来就是异力备源的部分呢提供给各位建议就是说 定期的你把这些备份档要烧入到光碟上去 或者是使用另外一台机器 放到别的地方去 远地端 有一台主机专门在做备份的你可以用这种形式来做 那底下呢这个是给各位参考的 那资料来源是鸟哥 那各位可以去 看看这上面有一些参考资讯 这个呢是写一个Script档 这个Script档呢就是 告诉我们 这里面的 注册 这边的注决呢就是告诉 大家就是 我的备份目录 在这里 看你要把它备份到哪里 你就把它改成你要的地方 然后底下这些呢 基本上你就是按照上面的 方式来撰写 那就是把路径呢写好 然后你要 这个备份的目录呢 这边基本上就差不多 是这样子 然后呢接下来可以透过这样的形式呢去建立相关的目录来做备份 然后再来呢 底下这边 你要备份的 细项在这边一一的告诉你 CP用拷贝的方式从哪里备份到哪里 这样子一路下来 好那 上面 紧之后一这一整段呢是针对系统服务的部分要备份 那再来底下就是使用者参数设定的部分也把它备份起来 你看它还有包含mail的部分把它备份起来 好那这样子用 这个VI面编辑完之后储存 然后把它的这个 模式 这个读取权限呢改成700 好那你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去 好那你要跑跑看的话你可以就直接打SH 去run它 你就会发现它有被run起来那 那相 相对应该压缩该备份的呢 就可以得到这个 运作 好那刚刚讲的这些呢是属于 每周要做的事情 每周要做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对应到前一页这边我们提到了每周要备份的 项目有这些 那每日要做的东西呢 有哪一些 每日要备份的部分 各位可以参考右边这边 这是每天要备份的东西有这些 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个 MySQL的资料库 然后如果你的系统有提供CGI城市的这个备份的话 那你就是要备份这个 那如果你的 server没有这一块 你可以把它拿掉 所以是看个人的需求去做 那一样的你做完之后可以去跑跑看有没有出现错误讯息 如果没有的话就大致上是OK的 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你要让它 像这个 每日要做的事情呢 每天的2点30分 就是 清晨凌晨的2点30分开始做MySQL的备份 因为那时候会读取资料库的人 比较少 然后每周 礼拜天的3点30分呢 做什么重要档案的备份 这是每周要做的事情 那你就去编辑 我们刚刚讲的ETC底下 底下的CRONTAB这个档 然后呢 你加入这两行 30 然后呢 3 信号信号0 root 好那这个就是什么 每周要备份的东西 3点30分 3点30分 那这 底下是每日要做的部分 就是2点30分 2点30分 这样子 然后呢后面是 root 然后呢这边就是 执行的档案 这样子 所以呢你要看看喔 底下这两行 你不是入境照 照这样打喔 你要看你的档案放在哪里要对应着去修改 你不要 就照上面打然后他就不会run 因为他找不到档案 那如果说你要 让他备份到远地端去有两个做法 一个是用FTP嘛 另外一个就是用什么SSH RemoteSync的方式来做 那FTP的话各位可以看到喔 这边呢必须要把你的这个账号密码写在这上面 然后呢 这样子在备份的时候他才可以透过FTP的方式呢做传送 好但是这样子的情况呢他是 没有加密 因为他就是 一般的FTP 传送 那接收端也要有装FTP才可以去运作 我们比较建议呢是用RemoteSync的方式来做 那你可以编辑一个Script档 然后在这上面呢你只要把IP打好然后账号打好 然后再来就是RemoteSync 然后-AV-E-SSH 这样子 把它打好如果说是在同一个网段底下 那你又没有转POL的话 或者是你是实体IP对实体IP你就可以直接照打 这样子他就可以把它传过去了 好那这样子呢 那执行他他就会帮你把 你要备份的东西呢把它备份过去 好那在灾难复原的时候呢必须要去考量几件事情的第1个 你的硬体毁损的话 那你 有完整的 资料备份 那你就是把硬体恢复成 原本的这个硬体的这个系统 然后呢把它做成磁碟阵列之类的 以确保资料的安全 那至于什么叫磁碟阵列 各位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 他其实就是资料在储存的时候不是单科硬碟 他有很多种策略 以确保资料的安全 包含有一些检查码之类的 可以让资料的保全更完善 然后呢你可以按照你 原先 备份的方式 按照相对应的方式呢去做复原 那你如果说做差异备份的话 那你要把最原始的那个备份呢 完整备份先把它复原之后 再依序的做差异备份做 资料的更新才有办法达到最新的状态 如果是由软体所产生的这个治安事件的话 第1个动作要先把网路线拔掉 才不会让骇客持续留着 然后呢你的这个所有的动作都被观测到 那你的处理其实没有效果的 好所以先拔线 断掉网路之后呢 开始把这个系统上的这个 备份呢做检查 看有没有什么样漏洞或者是病毒 然后再把它还原回来 那当然你也要去查阅登录档里面看看蛛丝马迹 这个治安事件的行程是怎么样 然后把这个新的系统呢 安装上去 所以在刚刚 第1步第2步的部分呢其实都在做查验追踪这个 骇客 进来的地方是怎么样进来的 先收集一些 资讯 再来呢你再把系统呢 做安装然后升级系统 并且把防火墙相关的机制呢打开 那打开之后呢 启用这些防火墙的设定之后你要把 在第1阶段第2阶段所发现的问题呢在第 在复原的时候呢把这些洞呢都补起来 然后呢 补完之后呢 你再把资料倒回去 倒回去之后呢你要测试相关的服务是不是 在拥有这些资料之后呢运作正常 如果是的话再开始接上线 做这个 上线的服务 让这个资料呢开始做测试 好那就恢复上线这样 好那以上呢是针对 Linux底下 资料备份的一个部分提供给各位参考 绿油